与世隔绝的小村庄里 住着16个人 表面上看似宁静和谐 实际上却是暗潮涌动 村庄里的每个人 都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们都试图窥探别人的隐私 眼前这个看似勤劳的妇人 每天清晨都会打扫卫生 可等别人不注意时 她用肥胖的身躯做掩护 将树上的苹果敲下来 然后偷偷带回家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殊不知身后掉落的苹果 早已将她的行为暴露 看似古板严肃的神父 一本正经走进教堂 却并不是去祷告 而是偷偷躲起来喝酒 喝完酒后 还会来到关押囚犯的地牢 将头伸了进去 朝里面的犯人吐口水 犯人不敢反抗 只能忍气吞声 神父虚伪地假装祷告 然后一脸严肃地离开 而被地牢里的囚犯 看似老实顺从 其实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的身下暗藏玄机 他用勺子挖了的地道 只要将地道挖通到外面 他就能成功越狱 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 却被楼上的穷光蛋 看得一清二楚 穷光蛋并没有声张 因为他也有秘密 穷光蛋其实根本不穷 他的床底藏着一个宝箱 宝箱里装着满满的金币 每天他都要欣赏自己的宝贝 可是金币耀眼的光芒 被住在对面的壮汉看见 壮汉转身坐下 他肚子饿了 不耐烦地催促妻子做饭 金饭女人端上来一碗绿油油的饭 一看就很营养健康 壮汉迫不及待吃下一大口 立马吐了出来 这饭也太难吃了吧 女人却对此无动于衷 她面无表情 提着篮子走出家门 每天这个时候 她都会去后山捡柴火 村里的老太婆看似慈祥 其实背地里最爱八卦 她暗自窥探着众人的一举一动 看见金饭女人出门 老太婆连忙跑到后窗去看 女人蹲在地上捡木柴 不远处的眼镜男正在中暑 两人看似个芒个的 眼镜男见似笑无人 便对着女人按送秋波 这一幕被老太婆看得正着 女人一下子羞红了脸 拎着篮子跑回了家 楼上的老太婆一脸坏笑 眼镜男的好事被破坏 气得朝老太婆半鬼脸 两人的梁子就此结下 老太婆毫无公德心 将垃圾全部扔到楼下 蚂蚁循着气味而来 将垃圾啃食殆尽 一部十四分钟的短片 却讲述了人类的七宗罪 傲慢 嫉妒 暴怒 懒惰 贪婪 正虔诚祈祷 神父却趁机弯下腰 蹲在台下偷偷喝酒 然后又假装正惊站起身 祈祷结束后 村民们各自回了家 穷光蛋偷看隔壁老太婆 被对方逮了个正着 气得老太婆掏出拐杖想打人 穷光蛋见状展示起超能力 窗户顿时阵阵金光闪闪 对面的壮汉看在眼里 不禁动了歪心思 此时她的妻子提着篮子出门 准备去后山捡柴 老太婆好奇地探出头 女人走进视角盲区 老太婆赶紧跑去另一扇窗户看 女人正巧走出巷子 突然她停在原地思索片刻 似乎是忘记了什么东西 于是转身原路返回 老太婆立马跟了过去 女人却来了一个回马枪 原来她早知道老太婆太偷看 所以故意这样 躲开了老太婆的监视 眼镜男正在小树林里等着她 女人激动地冲上前 一把搂住男人 两人望我的抱在一起 这招把老太婆耍得团团转 随后两人手牵手 走进树林深处 等到老太婆意识到上当 已经找不到两人的踪迹 但是老太婆却有了意外发现 神父鬼鬼祟祟走进墓地 躲在一个墓碑后偷偷喝酒 墓碑刚好把她挡着严严实实 老太婆什么都看不见 一连两个大瓜都没吃上 气得她直跺脚 这时楼下传来动静 老太婆生怕这次又错过 第一时间冲到窗口 原来是妇人正在扫地 大伙都被声音吸引出来 壮汉又一次看到 对面穷光弹家中金光闪闪 她似乎在藏什么财宝 片刻后才姗姗来迟 壮汉露出坏笑 走到后窗探头张望 见四下无人 她回到房间拿了一把梯子 偷偷爬下来 绕到穷光弹的窗户后 悄悄爬上去 潜入对方家里 突然出现在背后的壮汉 吓了穷光弹一跳 宝箱里的财宝倒了一地 男人却不敢大声呼救 生怕被别人知道 壮汉拖着穷光弹的腿往外走 这种时候男人却还想着钱 拼命往怀里塞 她被壮汉一把从窗户扔下 到死都没有喊救命 壮汉将其余的财宝占为己有 树林里眼镜男听到动静 他刚和壮汉的老婆打完麻将 眼镜男发现了穷光弹的尸体 还有窗边的楼梯 想要上楼一探究竟 这时看见了凶手的脸 正是金发你的丈夫 眼镜男一边往上爬 一边大叫着壮汉的名字 而这一幕 被闻讯而来的老太婆撞个正着 老太婆无意撞见一撞凶暗现场 眼镜男团团围住 地上是穷光弹的尸体 眼镜男站在一旁的楼梯上 显然大家把男人当成了凶手 老太婆和眼镜男早有过节 大声控诉着眼镜男的罪状 口口声声说 自己目睹了男人行凶的全过程 他指挥着众人 要把眼镜男抓起来 而此时真正的凶手 将受害者的财宝洗劫一空 然后从另一边窗户爬出去 大伙此刻都在抓眼镜男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 草丛里的金发女 本可以证明眼镜男的清白 人们制服 关进了看守囚犯的地牢 眼镜男还想解释 众人却不相信他的话 用苹果砸他 拿冷水泼他 就连囚犯都看不起他 只可惜死人没法开口 穷光弹就这样含冤而死 教堂里神父带领众人祷告 而真正的杀人凶手 却堂而皇之地埋葬受害者 有了眼镜男做替罪羊 自然不会有人怀疑他 壮汉得意地拿着铁锹离开 村民们将眼镜男 种下的苹果树砍掉 据成一根根木头 做了一个绞刑架 眼镜男看着这一切 似乎所有人都很开心 他们为即将处行一个罪人 而沾沾自喜 壮汉将眼镜男的苹果送给妇人 神父和邻居开怀倡议 只有金发女于心不忍 他趁着大伙不注意 偷偷将手中的铁锹 递给了地牢里的眼镜男 男人很快挖出一条地道 顺利逃出了牢房 囚犯越想越气 他将眼镜男逃跑的消息 告诉了众人 大伙拿起叉子都追了出去 眼看就要发现眼镜男 他集中生智顺着藤蔓爬上房顶 村民们到处寻找 都没有发现男人的踪迹 眼镜男趴在房顶一动不敢动 直到天黑了 众人才信信离去 留下老太婆一个人守在原地 此时壮汉的家里闪着金光 他正兴奋地数着钱 突然他听见房顶上似乎有动静 探出头来 看见了房顶上的眼镜男 他悄悄跟上去 想要除掉眼镜男 殊不知妻子也偷偷跟在身后 他得意地嘲笑起眼镜男 还摘下了他的眼镜 失去眼镜的男人什么也看不清 被壮汉一步步逼到楼顶边缘 眼看就要摔下去 女人赶了过来 一把扯开丈夫 可他也不是壮汉的对手 都说反派死于话多 失去眼镜的男人虽然看不清 但是能听清 他顺着声音一拳打在壮汉脸上 打得壮汉眼貌惊心 他失去平衡摔下了楼 手中眼镜跌落在地 没了眼镜 男人什么也看不清 好在女人抓住他的手 牵着他逃离了这里 女人搀扶着翻进自家窗户 然后趁着夜深人静 两人离开了村庄 守夜的老太婆睡得正香 丝毫不知刚刚发生的事 蚂蚁们嗅到了食物的气味 将壮汉的尸体啃食殆尽 第二天发现时 地上只剩一具白骨和一副眼镜 壮汉最终自食恶果 村民们将白骨误认成眼镜男 老太婆还嫌不够解气 对着白骨恶狠狠踢了一脚 既然凶手已经死了 村民们只能拆掉脚刑架 然后各自回了家 村庄再一次回归平静 老太婆无聊 最近没有八卦听了 神父又只能偷偷躲在角落喝酒 妇人继续在苹果树下扫地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除了那两间空掉的房子 不远处的山头 眼镜男和女人手牵手离开了这里 他们要去追寻自己的幸福